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來聊一下 原神這一次卡池裡面推出的 兩隻復刻角色 鍾離還有甘雨 這部影片會包含這兩隻角色的 完整介紹 包括隊伍 聖遺物武器等等的搭配 以及他們的抽取建議等等 那我們先看到這一期會復刻的 第一隻角色甘雨 甘雨這隻角色可以說是我目前 在遊戲裡面 大世界裡面最常 也最喜歡用到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的弓箭能夠打出一個 超遠射程的兩段傷害 而且他的輸出倍率是非常高 那他除了作為主要的輸出手以外 他的元素戰技還有元素爆發 都能夠非常好的輔助到隊友 元素戰技能夠幫助隊伍吸引仇恨 然後元素爆發則是可以長時間 對同一個範圍內的敵人 多次打出兵屬性的傷害 而在深淵環境裡面 甘雨的輸出空間其實並不是特別友好 但是他不只能夠輸出 還能夠輔助隊友的情況下 讓他的使用率也一直是 維持在深淵的前幾名 目前甘雨比較主流的隊伍是打 三兵的隊伍 或者打泳動的隊伍 這兩種隊伍在深淵裡面的使用率 目前都是比較高的 那水屬性跟冰屬性的角色 其實也是可以換其他人的 像是你可以換莫娜 貓咪或者洛莎莉啊 風屬性也可以換成像是萬葉之類的角色 如果你想要用甘雨來打主力輸出的話 也可以配合中梨 班尼特跟香菱來打融化流的甘雨 至於甘雨的武器 如果你要拿甘雨做主要輸出的話 阿末斯之弓是最適配甘雨的武器 能夠大幅提升甘雨的輸出 其他的五星弓 像是東極白星 飛雷閑陣或者天空弓 給甘雨做主C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四星武器則推薦商店裡面 能夠鍛造的獅座戰月 再來就是假如說你的甘雨不怎麼射箭的話 比較偏輔助的甘雨 可能五星的會帶中末的弓 四星則會在西風烈弓跟孟雲之月之間做考慮 再來是聖遺物的搭配上 打主C的甘雨會選擇四冰套或者四月團套 打輔助的甘雨則是會選擇兩冰再加上兩個宗式套 提高自己的冰傷跟元素爆發的傷害 然後主磁條沙漏攻擊 杯子冰傷頭是暴擊 副磁條首選雙暴再來是攻擊 充能跟精通 那我們回過頭來再來聊一下甘雨這隻角色 到底值不值得抽取 我認為所有 只要你是想要提升你大世界探索體驗的玩家 甘雨都是一個非常值得你抽取的角色 在遊戲中我們的大世界探索 大概也是佔了七成以上的時間 剩下三層可能才是打副本深淵之類的活動 而且甘雨其實在深淵或各個副本的表現也都不差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提升你大世界探索體驗 或者想要有一個英系的主C 或者是負C 輔助的玩家 然後抽這隻角色如果不會影響你後續其他角色的規劃的話 我非常強烈建議你可以考慮抽一張甘雨出來 至於在命座部分 一命的提升是比較大的 不只可以降低敵人的冰元素抗性 也可以額外恢復甘雨的一點元素能量 如果你真的很愛甘雨 然後想要甘雨有進一步的提升的話 再考慮去抽他的一命就行了 不過一命甘雨的機制 本身就已經比較完整了 沒有抽一命並不會影響他的遊戲體驗 二命可以額外再釋放一次元素戰績 四命則是可以提升 對五的一點輸出 但兩者對甘雨的提升幅度並沒有想像中的大 最後的六命可以讓甘雨18萬元元素暫停之後 不需要續力就可以直接打出他的重擊效果 提升幅度我覺得相較其他的六命的提升 也沒有到特別大 下一次要介紹的則是這一期卡池復刻的角色 中梨 在我的大師傑裡面 使用率最高的角色是甘雨 在深淵環境裡面 我使用率最高的角色則是中梨 有了他在之後 退伍的輸出環境會變得非常安逸 基本上怪物的攻擊都比較難一次性的打破他的護盾 所有需要輸出空間的角色 像是前面提到的甘雨 小弓 小 等等角色 在編隊第一考量上面 通常都是會優先考慮放中梨這隻角色 而且除了這個後刀讓怪物不知道怎麼攻擊的護盾以外 中梨的大招能夠打出來的傷害也是非常可觀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大招只需要40點元素能量 基本上我們開完一次打之後 要循環到下一個大招是非常快非常容易的 上至最早的主C 可莉 下至最近推出的荒龍利斗 所有主力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 我的隊伍需不需要中梨 只可惜冤王爺不能夠拆成兩個 讓自己的深淵上下兩隊都可以用到這隻角色 也因為可以弄出的隊伍實在是太多了 基本上是個主C就可以考慮把中梨放進隊伍來 所以我們就不再多做隊伍的介紹了 武器五星部分首選是護魔之杖 可以提供額外的生命值 還可以獲得暴擊傷害 再來是能夠額外提供護盾強效的灌紅之素 再來其他兩把有加充能的無星武器 像是剃刀天空槍也可以給中梨用 四星則推薦魚叉或者西風槍 如果想額外提高中梨輸出的話 也可以考慮決鬥槍或者千眼長槍 聖遺物部分可以選擇攀岩兩件套再加縱使兩件套 最大化中梨的大招的輸出 也可以選擇四千岩套提高自己的生命值以及隊伍的一些攻擊力 如果你想要無腦對中梨的護盾的話 主詞條沙漏杯子跟頭都選擇生命 如果你想要兼顧一點大招的傷害的話 主詞條沙漏選擇生命 杯子選擇炎傷 頭選擇爆傷爆率 副詞條則優先選擇生命 雙爆再來是充能 中梨這隻角色值得抽取嗎 我自己是認為非常值得 主要是能夠用到他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 如果這幾個版本裡面只能選一隻角色的話 我可能都會優先選擇抽中梨這隻角色 但是有些人說 米哈游其實已經有開始針對護盾角色了 像是不久前推出的流血狗 可以無視護盾直接打到你的生命值 跟以後可能會推出一個可以破壞掉護盾或者吸收護盾的一個 怪物 那是不是代表護盾角色 尤其是護盾擔當的中梨就沒有那麼重要了呢 就像溫迪因為新的大世界推出的怪都吸不動 已經比較少出場了不是嗎 我覺得應該不至於啊 就像我目前在打流血狗的時候 我也常常還是會選擇帶上中梨 還防止自己被擊退之類的 雖然還是會需要再帶一個不血的奶媽來輔助我 但是我覺得護盾的角色在 原生裡面還是一個蠻必要的位置的 如果護盾給我們的收益是負的話 那就選擇那個關卡不帶上這個護盾角色就行了 其他大部分的關卡 我們通常還是會需要用到護盾角色的 所以我一樣會建議沒有中梨的玩家 還是可以優先考慮抽一個中梨的 至少 此時此刻的中梨 仍然是原生裡面最泛用的角色 就算以後使用率真的有可能會下滑 但也不太可能讓他變成一個完全沒有出場的禁地 只要你是沒有這隻角色的玩家 我依然還是蠻推薦你拿到這隻角色的啦 最後中梨的命座部分我覺得提升都不是特別大 一命可以讓自己的元素戰績同時存在兩個在場上 那效益並不是特別高 二命則是在施放大招之後可以給附近的角色施放 他的元素戰績 在連擊環境下效益會比較高 單人模式的話因為本身元素戰績的盾就夠厚 所以不太需要這個二命 四命增加大招的範圍跟持續時間 收益一樣不是特別高 六命讓中梨可以生煎一個奶媽的效果 但這個奶量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有個六命或許就可以防流血狗 但是對比其他角色的六命 他的提升並不是特別高 那我覺得這一期復刻的兩隻角色 中梨還有甘雨都是非常不錯的角色 只要你是沒有這兩隻角色任何一隻的玩家 其實我都還蠻建議你可以考慮抽抽看的 其中目前中梨的範圍性 是我覺得會比較高的一隻角色 甘雨則是可以大幅提升你大世界探索體驗的 一個角色 但原生這個遊戲一向都是看 你有多喜歡那個角色來決定你要不要抽這個角色的 後面還會退出八重身子 可能還會有神里靈化的哥哥 神里靈人 這兩隻角色根據一隻訊息會是雷屬性的 負C角色跟雷屬性能知道什麼類型的角色 其他進擊內可能也會附和像是 萬葉 星海 雷神 神里之類的角色 其實如果讓我排序原神前五六個我最喜歡的角色 可能就是我剛剛見到了幾隻角色 再加上甘雨跟中梨了 所以如果我沒有這兩隻角色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在這一期卡式裡面 拼拼看看能不能夠抽到 如果真的運氣不好的話呢再 留給後面幾期 可能我也會蠻喜歡的卡池看看吧 好那這部影片關於甘雨 還有中梨的介紹我們就先聊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哦 大家拜拜 影片 цел重借策 publications 頂鼓 你看 我們下部影片